好,那最后我想毛遂自荐一下 我们行为资讯在ICFD投入的精神也是蛮多的 我们与LSTC有非常做一个密切的合作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最近也跟LSTC进行这样的 CFD的界面开发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Multiphysics 可能在您下载的软体当中你看不到这个 那我也这边做很简单的很快速的示范 在下次的课程我会把系部的流程也跟大家做说明 那或许我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球 做一个很简单的球 做出这样的一颗球之后呢 我们在 这个LSTPulse 有一个Multiphysics 我们最近也与LSTC开发了这样一个界面 这界面是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外流场的快速的设定 你只要输入 你只要将你的这结构体先化好 先进行好 然后你可以做不同的零件的点选跟设定 那可以快速的产生你所需要的网格 事实上我们在后头已经帮你做很多网格 并加速一些边界层 然后你定义你的这个 你的边界 就是你的计算的Domain 当然我这里弄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的Domain 跟大家来做说明 你只要做这些简单的设定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进行流体力学的分析 你告诉他你的流体的流数是多少 那你要使用的Turbulent Model 你是要使用哪种Turbulent Model 我们通通都可以让你做一个选择 那包含我们也有自己的球解核心 所以基本上只要做这样的简单的设定 你就可以输出你要的CFD的结果 我这边也给各位很快速的看一下 只要做这样很简单的设定 那么你就可以不管是球或是平板 你就可以很快速得到 你想要的设定的模型 刚刚我们是一颗球 那我现在是给大家看到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平板 它可以很快速的看到你所需要的结果 像我这边要告诉他看到这样的流场 那你看他的流动所造成的流速变化情形 像这样的分析我们都很多样化 提供给各位来做参考 那如果要看各位要看这个流场的情形 流进一个球的情形 我也给各位很快速的了解一下 我们有一颗 像我这次就是以LSPropos 4.2来开启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也在发展当中 只是先给各位先快速的看一下 在很短的期间之内 你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这样的界面可以很快速的设定 那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分析的结果 并且我们现在在这个R8的分析里头呢 你已经可以使用这个Windows来进行运算 如果各位是R7.0的使用者 可能在前些日子还是必须在Linux上面使用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Windows上面来做计算 那可以很快速的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不管从很简单的球到一个很复杂的飞机或是汽车 这样只要是针对这外流场分析 那我们会给各位做一个很快速的运用的介绍 那让各位可以更贴近L Steiner 他在做这种强大的偶核分析的过程 可以做一个很快速的体验 好 今天跟各位简单的做介绍 那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次 还有一次的课程 就是如何去进行这个流过偶核的设定 那我们会用一个很简单的范例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完成一个ICFD的CAS 好 谢谢各位 待会儿 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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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打赏 打赏 打赏